你戴个大墨镜 能看见吗 我现在可是畅销书作家 万一被人认出来怎么办 你那个书上不是没有你的照片吗 谁认识你啊 好像有点道理啊 你们不知道 今天早上小巫婆跟我来电话了 她说我的书几天之内都卖光了 所以我决定了我要办一个大派对 隆重地来庆祝一下 到时候我把你的方知友也叫来喽 不准说到时候再看她敢不来 绝交 我来 派对的事我来 我最擅长 你以为你逃得掉啊 我想要 你想要什么都行 你放心 保证给你个惊喜 我们家姑姑就是贴心 棒棒的 怎么了 没事 我吃得有点饱 我该回公司了 还没到午休时间啊 我留在这儿当电灯泡吗 你们两个好好浪吧 你别回去太晚 方知友在说我可救不了你 收到 拜拜 许云人最近怎么怪怪的 是不是跟方知友谈恋爱压力太大了 还是傻一点的好 还是傻一点的好 好 十分钟之后 设计部门开礼会 知道了 这是什么 怎么样 很好看啊 充分利用了衣衫爆水的自然环境 是古典的设计 却又是现代的理念 好像 好像世外桃源一样 隐蔽在 群山和湖光中 我喜欢 我们公司 又接新的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还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接呢 你还说在考虑 你是连设计图都画好了 什么时候画的 我都没有看到你画这个呀 这张设计图 五年前就画好了 我一直想建一个书院 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那现在不就是个好机会 你刚才说 你还没决定 你在犹豫什么 其实是我和李哲 多年的一个梦想 但我不知道怎么一个人去实现它 既然是梦想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都应该坚持 不要放弃 这个设计 我真的很喜欢 不要让它埋没了 好吗 但我去招标 不知道能不能中吗 当然能 只要你参加 就一定能中 我许一人说的 好 都听你的 好 好 好 宝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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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好